首先其實就是把那個 一般的就是馬鈴薯買來之後 你把那個皮去了 就是把它洗得很乾淨之後呢 要把它切成條狀 而且你皮也是流著的 對 我覺得其實皮 這很澎湃 而且粗了 工藝很澎湃 對 那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就是你在做之前 第一個是要預熱烤箱 就把它預熱大概200度左右 然後之後呢 在這個薯條的部分呢 我會建議 如果你比較沒有那麼多的時間的話 會建議它就是在 再把它切得細一點 但是如果你可以切這麼粗的話 就是口感會比較好 讓它裡面烤了之後 水分也保留的會比較多 所以你會比較吃得到 一些馬鈴薯的甜味 所以就是看你的時間 你看要怎麼樣去調配 那我們這樣就是把它 就是切成這種條狀之後呢 你要選擇泡水不泡水都可以 泡水的話就可以 讓它不會那麼早就黑掉 然後如果你手腳夠快 去切切趕快就丟進去 然後喇喇 然後就可以拿去烤的這樣 那一顆馬鈴薯大概這麼大顆 其實大概應該有五六百克 應該有吧 然後 對 然後之後大概要搭配 就是10到15克的橄欖油 橄欖油 但是記得橄欖油 就是要選那種特級出炸的橄欖油 然後那個耐 我之前看一些澳洲橄欖油協會 它如果是耐酸 酸價大概0.1 0.2的話 它可以耐高溫到210度 對 所以大概也是要大概選一下 然後那個鹽巴的部分 其實真的每一個人喜歡吃的 鹹度都不一樣 那我會建議說 或許你烤完之後再微微的撒上去 然後覺得可以了就停止 不然有時候你在這邊 你不能試吃 你就呆呆的放太多 到時候太鹹你會很痛苦 烤好再撒上去就對了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把它倒進去 我來幫你 好 它真的切得還滿粗 滿粗的 對啊 就是 要是師事變得粗 比較高分還粗 對 但是真的你如果要節省時間 就記得切一點 可是如果這樣子的話 真的切得薄薄的 然後一片一片是不是烤起來 也會像洋芋片的感覺 會喔 真的 其實洋芋片 真的是有這樣的做法 真的好聰明 有 謝謝 真的有 有是 真的網路上是有說那個酥 那個就是烤洋芋片 對 好 那我們大概就是進去 就是把它和到所有的 幾乎每一面它有沾到那個油 其實就可以了 還滿簡單的 這道料理我們家還滿常做的 可是剛開始我必須說 我們家小朋友會有點 吃了第一口會這樣 這是薯條嗎 可是在吃第二口之後 他們就說好吃耶 刷 對 所以真的 我會建議這道很簡單 其實真的不太需要什麼 因為他人生中的第一口薯條 就這個他以為 他就以為這個重要 真的耶 真的 所以第一口很重要 真的 這初戀的意思是 對 好 那我們記得 擺放在這個烤盤上的時候 要全部讓它 不要重疊在一起 了解 這樣子它的受熱可以比較均勻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烤的時間 比較不會拖那麼長 好 預了200度要烤多久 大概要看時間 有時候是20到30分鐘左右 對 所以要有一點時間 你就可以 我覺得放烤箱有個好處 你可以幾乎不太需要 一直去反覆看 所以東西放下去之後 你就去煮其他的菜 然後回來之後它就好了 對 20 大概20到30分鐘 重點是你要看到它上色 對 上色有一點點金黃色 對 那如果你覺得它有一些些 烤溫不是很均勻的話 記得中間拿出來 再稍微翻面一下 好 對 那至於烤起來會是什麼樣子呢 來看一下 好 OK 好嘞 現在我們這個烤好了 瞬間30分鐘過去了 來 記得那個 潑水以後變比較小條 對 會 真的變小條很多 這樣很正常 對 給大家看一下烤起來的樣子 看一下 很燙嗎 其實還滿漂亮的 對 其實真的 真的重點就是要烤成 就是有這個顏色 那如果沒有這個顏色 其實小朋友看來就會 有點沒興趣這樣子 那現在就灑點鹽就對了 對 再灑點鹽把它上去這樣子 那你有沒有比較推薦 因為一般現在 如果你去市場買 其實有好多種馬鈴薯 對 你有沒有特別推薦買一種 你覺得做起來最像 或者最受歡迎的 我目前為止都還是買比較台灣的 台灣的大顆的那一種 對 試試看 謝謝 果然口感跟一般的味道是一樣的 對 會不一樣 對 真的嗎 可是它還是有該有的鹹香味 可是很香 對 其實第一口會有點怪 第一口 對 第一口有點怪 可是後面是薯條味 可是嚼一嚼 真的很像那個 就還是薯條 素食店那個薯條味的味道 第一口會覺得它不脆 因為你知道 東西如果油沒有那麼多 它沒有辦法達到那個脆的 是 可是你如果 感覺那個不脆的感覺過去之後 你會覺得它夠香 對 很好吃的 對 覺得它夠香 會掛起來 對 然後裡面的馬鈴薯也夠鬆 對 沒錯 真的要它很酥脆的話 可能你就可以再切更薄一點 它只有邊邊的地方會酥脆 可是會有一些風險 就是它邊邊很容易焦 對 所以就是其實 就是大家可以依自己的口感 去做不一樣的大小 來喔 好吃的薯條 不用炸了 好吃怎麼可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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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or